好 歡迎收看 這節目1500中新聞 林教會的特別報導 目前看到的是 林選恆 張善政 兩個人已經站起身來握手 那麼稍後個別會發表 大約三分鐘左右的談話 馬上透過鏡頭的現場 連線狀況來看一下 林教會的最新現場 這些輔佐能力的 應該是處理起來 會沒有什麼問題 我5月20號以後 就是一個平凡的老百姓 我會以一般民眾的身分 對於我們行政院所作所為 都給予最高的寄望跟祝福 那也期待我們林全院院長 接任以後 跟我們所有閣員 能夠表現出超水準的施政 那都是我們全民百姓的福氣 謝謝 好 張院長 還有突破院長 我們檢秘書長 孫發言人 我想今天有這樣一個機會 來到行政院跟我們張院長 不但是做一個禮貌性的拜會 同時也希望從這邊能夠就我們未來的 這段過渡時間有關的一些溝通 和後續的安排做一些意見交換 我是感到非常高興 我想這個時間 我想大家都期盼了很久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也希望 未來的政府的施政工作 能夠跟現任的政府能夠有一個平順的轉換 那我們同仁在過去這段時間 也希望把這個工作能夠做好 今天有這個機會來做一個意見的交流 非常的好 那麼剛才張院長也提到 就是這個工作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困難工作 我個人也完全同意 但是我想國家也是要運轉 社會還是有很多期待 我們既然面對這樣一個局勢 我們一定要勇往直前 那麼希望不要辜負了大家的期待 那麼未來行政院也是不但是大門開著 歡迎各位來表示意見 同時我們也很期待 如果有機會的話 張院長以及院裡面的同仁 能夠再回到行政院來看一看 或者來一起來共同商量很多公共事務 都是我們應該要有的一些做法 那麼我想待會我們可以做一些具體的討論 或意見交換 這邊我在這裡再次表達 這個對行政院在過去這段時間之內 我們為了交接工作所做的努力 在這邊也並表示感謝 謝謝 好 謝謝林全兄 我想我們是不是媒體的這個 就到告一段落 謝謝各位 謝謝來吧 這個附近的選民 民眾議題開設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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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了這個張善禎和林全個別發表了大概兩分鐘左右的談話 那麼林全也提到這是一個禮貌性的拜會 那麼希望和張善政來溝通後續的政權交接 希望能夠讓政策政權通通無縫接軌 而且他也提到這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 很多困難的難題 不過新政院大門會打開 歡迎馬政府的政務官 隨時給指教給意見 這是我們現場掌握到的正義狀況